以赛亚书第十七章 关于大马士革的末世 看啊 大马士革快要被废弃 不再是一个城市 它必变作废墟 亚罗尔的城市必被撇弃 成为牧放羊群之处 羊群必在那里躺卧 没有人惊扰他们 伊法林的堡垒必失去 大马士革的国权也必消逝 亚兰的渔民 必像以色列人的荣耀一般消灭 这是万钧之一和华说的 到那日 雅各的荣耀必衰落 他肥胖的身体必消瘦 就像收割的人收据庄稼 用手割取穗子 又像人在立伐阴谷 拾取遗落的穗子 虽然其中有少许一下的穗子 却好像橄榄树被打过一样 在树顶上只剩下两三个果子 在那本世多结果子的果树之上 只留下四五个果子 这是伊和华以色列的神说的 到那日 人必仰望他们的创造主 他们必亲眼看见以色列的圣者 他们必不仰望自己双手所做的祭坛 也不再看着自己指头所做的 无论是亚瑟拉或是湘坛 到那日 他们那些因以色列人而撇弃的坚固城 必向树林中和山顶上被撇弃的地方 这样地就荒凉了 因为你忘记了那拯救你的神 又不纪念那做你避难所的磐石 所以你虽然栽下加美的树秧子 种下一种的幼苗 又在你栽种的日子里 细心地在周围圈上篱笆 到早晨又使你所栽种的开花 但在愁苦与极度伤痛的日子里 所收割的就只有一小堆 唉 许多民族在喧哗 他们喧嚷好像海浪澎湃 列国在咆哮 他们吼叫好像洪水奔流 万族怒嚎好像众水涌流 但神必斥责他们 使他们远远逃跑 他们又被追赶 如同山上风前的康笔 又像暴风前的尘土卷动 在晚上有惊恐 未到早晨 他们就没有了 这是那些抢夺我们的人所得的份 是那些略解我们的人应得的报应